可以再惨一点 人生的低潮不是被这个房砖条款弄 而是从此以后人类永远记得 许晓星为了陈辉文 还是这是一个阴谋论 就是我想说这样就可以把这个 猪大一万块直接赚走 直接不留给网友了 其实我这一次就是在选立委的过程当中 有很多人给我意见 我都很谢谢大家 然后大家给我意见也很好 可是我觉得重点在于 我不想要因为选择改变我自己 我不想要改变我自己啊 我说过嘛 天蝎座A型 然后我的月亮星座是狮子座 集合所有惹不起的元素与一生 我不想要改变我自己 大家可以选择喜欢我或是不喜欢我 我不会因为有人不喜欢我就崩溃 不会塔利班超谈我的 我每天还不是超开心的 可是就是 我不想要因为选一个局 然后变得不是许晓星 这样子我会觉得 那还有意义嘛 就是我会觉得就从政还有意义嘛 我就是我啊 当然可能很多人会觉得说 啊年轻人终究是年轻人 这个没有智慧 你要更有智慧一点 可是 我就想 那我十年以后可能就有这样的智慧啦 我现在才33岁 为什么要要求我变成50岁的样子 我就是在快乐度过我33岁的时间 用33岁的一个style 跟我的方式在问证 然后挑战自我 跟挑战党内 跟挑战党外 我就是想要 我就想要做我自己 嗯 所以当我想要做我自己的时候 然后大家都觉得说 不要 你不要做你自己 你自己不够好 你自己不够成熟 你自己不够做一个政治人物 我就会觉得 不可能 我不相信 嗯 我不相信 我宁可就就是冲撞这个体系 跟这个世界做 就是很屌的事情 宁可 没有赢 我也要做我自己 我觉得 做一个政治人物 我该做的事 所以很多人他们 可能跟我不一样 不一样就不一样啊 为什么一定要跟别人一样 不一样就不一样啊 不一样怎么了 然后后面就是 惠恩哥他就是可能 嗯 他就感觉说 好像 就是 他反正很挺我嘛 也很谢谢他 他一直讲说 如果我真的可以 选上立委的话 然后他 就会送一台iPad给我 然后他会磕字 可是 磕什么字 他都不跟我说 然后呢 我就想说 嗯 然后惠恩哥就故意啦 他故意讲了啦 哎 为什么珠娜打电话来 喂 请问 请问有何贵干 还没有 还没有抖内 他妈就哭了 我没有 我没有好不好 我没有 我这是 眼睛张很 他这是在 没有流出来 都不算哭啊 没有 什么叫没有流出来 没有流出来 等一下现场 妈到底要给谁 干 你这个香哥 对 我这叫做 对 网友说 我这只是 只是眼泛泪光而已 我并没有 只是眼泛泪光 我并没有流泪啊 我并没有流泪 而且现 什么 真的吗 我没有戴影星眼镜那些 给我 给我 你就给我 马上就开始大落泪 大家会说会太会演 没有 不是啦 我也觉得很想哭 谁 徐晓鑫说 一切要留给值得的人 然后今天那个值得的人 叫做秃头的陈辉文 这个好笑 可以再惨一点 人生的低潮 不是被 这个房砖条款弄 而是 从此以后 人类永远记得 徐晓鑫为了陈辉文 这太可怕了 徐晓鑫以后要不要做人啊 对 那怎么说 他也是我学长啊 不是这样讲 而且也没有人 在我已经 抖了六千块 说之后谁弄哭 徐晓鑫呢 就可以拿到一万块 徐晓鑫自己 把自己讲哭了 没有 我等一下 我等一下会念抖内 说不定会有很感人的 说不定还是会有人 领到钱好不好 说不定 说不定 目前觉得不会 你自己先把自己弄哭了 这个我们要怎么办呢 什么意思 你就是在桌子底下 磨洋葱什么东西 没有 哪有 还是这是一个阴谋论 就是我想说 这样就可以把这个 猪大一万块直接 赚走 直接不留给网友了 对啊 感觉就是这样子啊 还是这算成辉文赚到的 不是吧 网友这样子 我跟你讲 因为 令 令堂十分担心你 到处告诉我们说 徐晓鑫的桌上 摆满了药 那时候我们想说 干 徐晓鑫是不是想不开 没有 我好痛痛 帮我拿一下我的药 给大家看一下 我证明一下 真的是 你头疼不能 好好地放吗 你没有弄到 你妈会误会 你可以桌在袋子里面啊 我就 生活习惯不好 家中乱啊 而且那个医生 不是这样 是吃了很多药 看我们全部 那时候在直播就想说 药勒 难道明天就是 徐晓鑫的 最后一天了吗 没有好不好 这是药水 给大家看一下 一天要喝三分之一 然后还有那个药 一次有六七颗吧 然后早中晚 跟睡前都要吃 所以是很多药 是来自于那个啦 但很有用哦 我这个 连我 我很有用 很有用 给大家看一下 你不是跟你妈解释一下吗 有啊 我也不晓得耶 我在 在你哭之前 你妈已经很担心了 结果马上 打得满桌都是药 让你妈更担心 这是药 已经吃一个礼拜了啦 我生已经快好了啦 我那个烟酒嗓 已经快要 已经快要好了啦 对啊 没有啦 不会啦 是这样子 不会不会 我们今天 知道巧心有的客家人 早餐女孩的血统 对 就是当其他人 会赚走一万块之后 他宁愿自己赚 宁愿自己赚 先抢先赢 先抢先赢 先赢就交给我自己啦 嗯 嗯 好啦 等一下说不定还会有机会 有人会赚到这笔钱啊 我想没有 我等一下要洗澡睡觉 麻烦你们自己 好好玩 明天早上再告诉我结果 好 明天早上再跟你说结果 我们要继续 继续夜猫了 我们要继续夜猫了 对麻烦你 谢谢你 OK OK 好 拜拜 所以他言下之意是什么意思啊 是这一万块是我赚到吗 谢谢猪学恒 他给我们的温暖是很及时 然后重点是 就是没有负担的 我懂我懂 因为有的时候 我知道很多人是为我好 可是有时候 就是你们的帮忙 有时候对我来说 负担很大 所以我也很谢谢猪大 就是他每次给我一些提醒 然后跟帮忙都是 就是让我没有负担的 就是让我可以 一方面可以继续做我自己 然后一方面我可以 再做一些调整 再做一些成长 我当然也知道 我有很多需要在成长的地方 我也知道 我有很多需要在努力的地方 我也真的已经很努力了 但是当然需要一点时间 可是 可是我觉得 可是我觉得 我可以的 没有什么不可以的嘛 为什么我之前跟那个龙界 在喝酒的时候 我也是就是抱头痛苦 是因为就他讲到一些 我很心里的话 就是说 就是你不用改变你自己啊 然后你就是 但是你 就是你要 不改变自己是重要的 就是当自己是重要的 因为你之所以是你就 大家喜欢你 就是因为你是你 那如果你把自己变不见了 那大家都会走了 我是这样想的 我不知道大家想法 是不是跟我一样 可是我是这样想的 可是你知道在这个环境里面 不管是在这个政治圈里面 或者是说在我们国民党的党内 就是要保持自己的样子 真的好难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